嗨大家好呀 久违的读者分析来了 这次选到的三位姐妹呢 都恰好是五官量感比较大的女生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不同条件的大量感五官女生 怎么打扮更出彩 大家记得先点个收藏 那第一位姐妹呢是晴天 她是方圆脸 五官上面看呢 眉眼有冷感 鼻子顿 但有一定立体度 唇形饱满 风格是冷暖之间 她的长相给人第一印象 就是比较浓重 有冲击力 素颜状态上看 也是能看出 她五官色彩是比较深的 脸型呢 就是稳重大气的方圆脸 但是没想到 她的身材很有反差感 是15280多斤的小个子 那有同样困扰的姐妹倾扣依依 那像晴天这种身材 存在感不强的情况 我们就以脸为主就行了 只是说你在穿衣搭配的时候 就顺带考虑一下 对身材的修饰 那我们来看她的问题 第一个是穿衣风格 晴天说 我没屁股 没胯 但腿比较细 平时会注意穿A字裙 泡泡秀 露腿 喜欢港风 但是还没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 请问丁丁我适合港风吗 我个人喜欢尝试不一样的风格 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那我们看她提到的港风 光看长相条件的话 她的脸确实是适合的 但是身材呢 确实有点娇小了 比较难撑起这种大气洒脱的风格 像之前成都里的港风造型 包扁不一样 就是因为镜头一移到半身 全身呢 就暴露了她身材的单薄 而且从气质角度来看呢 港风是一种热烈 明艳的美 但是晴天的氛围 其实更偏向沉浸倔强 其实她更适合 另一种有明艳感的录像 就是文艺复古风 那五官大 骨骼又有一定的立体度 眉形呢 有棱角 这些条件都还蛮符合的 拍照也有那种故事感 文艺复古风 对身材的要求没那么高哦 像她骨架小 穿衣服呢 尽量多选 有复古感的大色块 避免被印花淹没就可以了 除了文艺复古风 晴天还可以尝试娘般休闲风 那她的气质比较自然随性 也适合带点洒脱感的路线呢 走太暖的这种风格呢 就会浪费条件了 那像我们说的 走娘般休闲风呢 就可以用明度不高的彩色 来增加亮点 提升和她长相的适配度 那晴天的第二个问题是发型 我挺喜欢卷发和港风 但是发质毛躁 蓬松 做卷发就会显得头很大 头重脚轻 平时扎丸子呢 觉得脸型会变小变圆 甚至扎起来 感觉自己好看一点 但扎起来的话 希望有个刘海修饰 那她的长相气质呢 很适合长卷发 但对小个子来说的话呢 确实容易显得头重脚轻 那适合她的话 就是到齐胸的长度就可以了 不会太累赘 她的脸型流畅 眉眼清晰 扎发呢 是另一种清爽阴气的美 就不需要复杂的发型 和过多的修饰 就可以很好看了 那如果你想要刘海的话 可以剪几率 碎发增加氛围感 长度靠近下巴 适当修饰一下下颌角 那第二位姐妹 是可爱的妮查 她的亮感 没有前面的晴天那么大 算中等 但是也挺有明眼度的 妮查的脸型呢 是线条圆润的 皮肤包裹感也比较好 然后中挺较短 五官形状柔和 鼻唇有肉感 立体度不高 也是暖风格 妮查从脸型到五官 都是圆圆的线条 脸型短圆 鼻唇圆润 满脸的这个胶原蛋白 很饱满 给人温柔 甜美柔和的这种亲切感 但是她也是脸蛋和身材 有反差的类型的 有1米7 62公斤 那甜妹脸 搭配高个子 全身绕呢 就多了靠谱 稳重的感觉 然后从照片看 她大部分都是穿的 比较休闲 有活力的 但是她说想尝试新风格 妮查说呢 从学校到职场的转变 再加上自己审美一些变化 想尝试新风格 但是因为之前离型身材 很多衣服不敢穿 现在就是担心 穿搭上会暴露身材短板 能不能尝试这种新风格的同时 又保持离型的友好 那我们看她发来的 这种新风格参考 其实算是韩戏精致小姐姐风了 确实是蛮适合 现在年轻女孩的职场穿搭的 那她担心的问题 就是说会暴露离型身材短板 那我们来看看 她说的呢 应该是指臀部啊 大腿 小肚子的肉感 但看照片呢 她身材其实挺匀称了 体重也是很健康的 没有明显的身材bug 稍微修饰一下就好 想修饰下半身呢 最简单的就是多穿裙子遮起来 短裙长裙连衣裙都可以 只要避开包臀裙和左边这种 又短又膨胀的板型就行 那裤子的话呢 就要更加精挑细选 首先就是板型上选 胯部有一辆 重心均匀的款式 收脚的锥型裤子太宽 这种喇叭裤就别尝试了 因为锥型裤呢 会显得腰腹厚重 大喇叭裤呢 又显得下半身量感太大 再就是面料最好是柔和 但不软塌 比如一些西装裤 休闲裤啊 薄款的牛仔裤都可以 不要去穿硬牛仔啊 或者秋冬的灯心绒啊 天鹅绒这种膨胀感的面料 那Nichia的第二个问题是发型 在长发还是短发 深色还是浅色 流流海还是路额头中纠结 那简单说 她就是想尝试 从浅色齐流海的短发转变成 深色路额头的长发 那我们一步步来看 先说发色吧 Nichia浅色发呢 挺时髦精致的 但是她的五官浓度 也是完全可以hold住深色发的 像我们看右边这个发色 深了一点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是长度 她现在的这个短发呢 比较可爱 俏皮 想要更沉稳的话呢 可以留长 然后中长发更柔和 超过胸口的长发呢 就更有女人味和距离感了 看她想要哪种氛围 这是精彩圆 Nichia的长相类型和她有点像哦 也可以参考她的造型 再说刘海啊 如果你想就是鼻子的话 路额头反而效果是更好的 但是其刘海呢 会更符合她的甜美气质 所以也要看Nichia 她个人如何取肘了 然后就是这期最后一位读者 赤葡萄了 她的脸型呢 整体流畅 长宽比比较小 有肉感 五官呢 是亮感大的 鼻唇存在感强 也是暖风格 赤葡萄就是 敦实感的长相了 因为她的鼻唇存在感强 加上脸型也是低重心 所以呢 就是把目光和注意力 都吸引到下半张脸了 那这种类型的话 有两种选择思路 脸蛋和身材 敦厚度一致 大五官大脸 配大身型呢 就可以发挥大气自信的气场 那脸比身材敦厚啊 就尽量给脸蛋增加轻盈感 避免放大敦实 像吃葡萄 她身高是160体重55 看照片是中等骨架原身 身材并不是很敦实 加上她年纪呢 也不太适合走很成熟的路线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选修饰脸蛋的思路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妆容 对于妆容方面 不知道自己适合画什么样的 想请丁丁指教一下 那显敦实的 她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的这个视觉重心低 线条圆顿 那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改善啊 视觉重心上呢 尽量加强眉眼妆容 不一定要很浓的色彩 但是眼影 眼线 睫毛 这些步骤都是不能少的 让眼睛去更有神采一点 注意力上移 再就是唇妆 我们要尽量去弱化它 选自然不显眼的唇色 如果你选那种艳丽红唇啊 真的是一秒增加年龄感 另外像吃葡萄这种五官线条比较顿呢 就是你也可以用一些修容啊 或者改变唇形 给你的脸蛋去增加一点 棱角感和尖线条 其他的妆容细节呢 完整度也跟上 像腮红 哑光 高翁都可以 不仅可以让你的脸蛋显得更精致立体 还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 从五官转移到氛围上 那再来看穿搭 吃葡萄的问题是 我的腿上肉比较多 喜欢穿宽松的裙子 或者上颈下松的搭配 但身高不够压个子 那它身高160 其实不算特别小个子 现在穿搭的主要问题就是 你感觉更多的是在选款上 好像有一种莫名的老气 那既然我们明确了脸蛋的方向 是修饰敦实感 那身材穿搭呢 也要统一展现啊 就是往跟轻盈年轻的思路去靠近 长裙的成熟度太高 想遮腿的话呢 到小腿肚就可以了 图案呢 也可以选更清晰的碎花 或者小隔纹 避开大亮感的印花 这两件上衣款是年轻了 但是版型还不够好 吃葡萄是不胖不瘦的原身 穿着小领口材质硬的上衣 也是容易显撞的 然后看照片 它的胳膊肩颈很好看 平时呢 可以穿一些路肩啊 无袖的衣服吧 优势发挥出来 好了呢 本月的读者分析就到这里了 这三位姐妹 就有没有和你条件 长相比较类似 能参考的呢 大家可以在弹幕上分享一下 然后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 我们在分析他们的时候呢 除了脸蛋 身材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所以我们在判断 自己风格的时候 不要陷入只看脸的这个陷阱 风格一定是你综合整体的 好了呢 最后别忘了 多多三连 我们期待下次见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